但是在族人眼中 二长老永远都是阴气沉沉 从来没有人见他笑过 永远都保持着同一个表情 提升成为族宗的二长老 各种能让人兴起若狂的时刻 药无荒的脸始终就是一个表情 人们甚至怀疑 哪怕是他的两个儿子 也从来没见他笑过 药风所在 陡然爆出一阵轰鸣 只见炼药顶振动不止 九幽风炎将药顶紧紧裹住 药风所炼丹药的品质太高 再加上九幽风炎的破坏 金刚铸成的炼药顶已经承受不住 上面出现一道又一道的裂锡 然而药风完全不会锁动 只见他从手指所带的纳戒当中 取出一块拳头大小的乌黑铁块 此屋一出 就听见空中响起金石香肌的脆响 乌玉金金石 外界 炎祖长老炎霄 脸下微微抽出了一下 这乌玉金金石 乃炼制七品宝丹的上财 竟然拿给一个少年 来炼制最多不会超过五品的丹药 药族果然是财大气粗 贩卖丹药天下无双 只此一家的垄断 远古八族 拼财力能胜过药族的 还真没有 这药链的 难不成是四瓶丹药 无欲造生丹 这残放 万荒长老 什么时候补全了 也不与我说上一声 药族长老台上 大长老微微一笑 看着那块乌玉金金石 被药丰毫不犹豫地 扔进药顶当中 便转过头来 向着二长老药万荒问道 大长老言重了 此残放并非由我不全 而是我两个儿子一起完成 我只是做了细微的指点 药万荒淡淡地说道 药万火一阵 药与药万龟一起补全的 无欲造生丹 以谁为主 自然是万龟 不过 逢儿也有不错的建议 有着关键的功劳在其中 药万荒说的这话 就是暗示 也是一种交换 药方值得培养 他的两个儿子值得培养 药万火却仍然沉吟不已 最终只是说道 既然风儿有这样的天赋 这场药会 恐怕也没有人能与他相侦 该是他的 就是他的 有着大长老这句话 我也就放心了 我药万荒的儿子 只要没人给他下盘子 药会魁首之名 自然守到情来 药万荒话音刚落 就见到炼药区中 忽然一阵红光爆发 正是药风 只见他双手不断按出 一套守丹法觉 轰向炼药顶 红光正是从炼药顶中喷出 乃是承担异象 伴随着守丹法觉忽然一声 九幽风炎消失不见 药风最后一指 单快完成之际 只见整个炼药顶 红然碎裂开来 九点红光在半空当中 活灵活现 但转瞬之间 便被药风以下收入丹瓶当中 药风大功告成 九幽风炎也被之收起 死都其他弟子 终于松下口气 重新摆增心思 将注意力都放在了炼丹之上 第二个完成炼丹的 赫然是药童 似乎九幽风炎对他的影响 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大 仅仅一刻钟后 便也是一套收丹法觉大出 红龙震响声中 同样是炼药顶碎裂破开 五颗散发着奇异电光的丹药 以下收入丹瓶当中 药童之后 不许有人完成炼丹 只见各色收丹之法 此起彼伏 炼丹区中 就像是节日的夜空 不断有着光彩爆开 这时 对那些还未完成炼丹过程的 炼药是极为不利 这些爆开的光彩 造成了极大的干扰 不仅仅是山影视觉上的影响 更多的是这些炼丹成功时 爆发出来的力量 影响着其他炼药师的心神 灵魂感知对炼药顶 正在进行的反应 变得不是那么清晰 换成平常 或许还可以心平气和的 用经验去应付 但眼下这个局面 一丝紧张 一丝大意 都可能导致失败 当第一个暴炉失败的人出现之后 就像是雨后村水一般 一个接着一个的失败 不是暴炉就是收出一炉肺胆 这时众人的眼神 都有些恨恨的 登向早已完成炼丹的药风 若不是他用出酒油风炎 影响到他们的心态 以他们的实力 虽然进不了前八 但是怎么样 也不至于炼丹失败 好不容易才得到药会名额 结局却是惨烈的炼丹失败 这简直就是从云端 坠落的谷底 嘴痛不过 时间有如白局过系 顺息而过 炼药曲种 就只剩下寥寥数人还在坚持 都什么时候了 这个时候还没有完成炼丹的 直接判输就行了 何须浪费时间 药万火冷冷说道 对于药会 药万火并无太多感觉 迪迈家庭出身的迪戏子孙 又怎么能了解 为了一颗涉板雇员丹 就能与人大打出手的穷困分家 对于改变命运的窘迫 药万火并未说话 脸上也没有任何神情 对于还未完成的弟子 既无期待 但也没有任何贬低的意思 都是精英 只是还没有到独挡一面的地步 目光转动 忽悠落在药尘身上 双眉不由微醋 此时的药尘 仿佛已经超然物外 药万火一道灵魂之力扫过 以某种奇异的方式 投入炼药顶中 便感觉到各种材料 正在以一种极其缓慢 而富有韵律的方式进行融合 杂质被一点点排斥出来 然而并未被火焰从药顶当中分离出来 而是进行着转化 不断集合 形成第二分融合 一炉两丹 这是炼药师的一种天赋 一炉炼出两种以上的弹药 并且 弹药的药性 截然不同 各有奇效 非是灵魂感知力 极其惊人的天才 绝对不能做到 这不是单纯依靠勤修苦练 就可以做到的真正天赋 只是药丸火有些意外的是 这些材料竟然没有一样是喜俗材料 都是族宗提供的那些普通材料 而且 看药成此时的状态 似乎并没有打算动用精心准备的材料 另一族高台上 并没有太多议论 台上落座的全是女人 花枝招展或是 妖艺动人或是精纯多姿 女人所能拥有的一切诱惑 都能在他们身上找到 然而 现场却没有一个男人敢用睁眼打量过去 只敢偷偷张望 淡淡的妖气 寥寥在他们身上 妖族 而且不是普通妖族 是来自于某位妖身大能 所传承的一族 有时候 一些用于炼药的奇增异材 根本就不是人类所能采写到的 需要某些妖族 用妖躯温养才能收获 这一只妖族便是如此 因而 与妖族 远古八族 都有着不错的关系 当然 拥有强恨实力的妖肾 才是这关系不错的真正保障 妖族妖会 自然也派出使团观礼 上座却是一名戴着面纱的少女 身子婀娜 肤白如雪 一双眉毛 如月下镜湖 光可见人 好聊呀 什么时候可以回去啊 要做 一点也不好玩 少女眨着眼 面纱之下 双唇发出 令男人心醉的声音 每一个字 都仿佛带着魔力 即便是她身旁的女性 也都如飞蛾伙伴 情不自禁的 责母关注 心中就只剩下一种情绪 帮助她 完成她任何想要做的事情 神女啊 老朽老了 请别用你的幼童之术 老者显然不知这套 翻着白眼教训道 今日管理之后 老朽便送圣女 回圣地如何 不要 难得出来 那就随老朽 在药族待上数日 待药会过后 再一路游玩回去 好吧 没办法了 就只有这样了 圣女眨着眼 目光百无聊赖的 扫向炼药区中 人类的炼药师 听起来有意思 但真的去看 除去无聊就是呆板 没意思极了 想到这里 圣女眨了眨眼 目光却是落在药臣身上 心中暗道 尤其是这个家伙 懂得一百一眼 就连灵魂也是一百一眼 一看就让人想整他一顿 另一边 已经炼制丹药成功的弟子 又都回到了备战区中 这时成功者都一脸淡然 各自在熟悉的圈子里聚在一起聊天 耀风是嫡系圈子的领头者 不过嫡系圈子旁边 永远少不了来讨好取悦的 知脉分家弟子 耀允就在一旁 陪着笑脸 只是他的目光 不时撇向还在炼丹驱种的药臣 怎么不甘心 耀风注意到耀允的眼神 淡淡说道 在他而言 这是个打发时间的话题 耀允低下头 也不是 只是想到输给辞子 觉得可耻 呵呵 知耻而后勇 不错 不过这个耀允的确运气很好 受了这么多干扰 居然还没有暴炉 还是有点意思的 足学也算是一个圈子 李延信 左红月等人聚在一块 就连耀童也难得 从善如流的站在一旁 不过很显然 与另外七人保持一定距离 独来独往 向来是耀童的特点 左红月有着化劳的毛病 这时 联动成功 放下了心思 便拉着大家说个不停 不时指指点点 哼 姚风太嚣张了 不过人家是敌脉 由这本钱 直接动用无欲经经时 李延信摇了摇头 并从嘴入或从口出 闭嘴吧你 就算给你块无欲经经时 你有本事用得上吗 左红月一致 笑了笑了便说道 也是啊 无欲经经时 这种七爪丧才 就算给我 我都不知道 要拿来做什么用 这句话一时间 说得冷了场 虽说要族弟子都进族学 但是真正有实力的分家 其实都是自己 调教家中最出色的弟子 没有多少潜力的 才会送到族学 族学八强 说起来好像很强 但其实 大家家中的底蕴 都很一般 不知道 药臣这次 会不会又有什么幺蛾子 左红月 毕竟是左红月 憋不住 前冷了场 又开始找新的话题 大家的目光转向令药区中 药臣仍然在令药顶前忙碌着 不过看起来有点木讷 半天才朝令药顶中 投入一小块材料 而且都是些常见的普通材料 令药顶也是不温不火的模样 丝毫不见有齐丹出事的意诀 齐丹一药出炉时都会有意诀 高解丹药 炼成知识 甚至能刺成意识 虽然这意识有点朦胧 但丹成出炉时都会本能跟顿逃脱 所以才会用收担绝来收担 看起来很普通啊 左红月撇撇嘴 说实话他有点失望 原本以为族学又出了一个对手 但是现在看起来又不是那么回事 大概族学大笔已经用尽了药臣的潜力 任谁爆发出大斗士级的力量 也不可能在短短一个月内恢复过来 族学大笔时 据说药臣服用了紫盐丹 才能在瞬间爆发出大斗士级的力量 现在应该处于虚弱旗吧 就目前来看 他炼丹的丹火还只是九星斗者的级别 并没有更高啊 左红月分析道 族学其他弟子也都点头认同 现在盛传紫盐丹对破镜有着一定效果 如此奇丹 要是只是脱力昏迷这点副作用 岂不是要逆天了 看来养神不是对手了 你们说进决战的八强会是哪几个 来出去药缝啊 我们的童哥当然是其中一人 嗯不错 我觉得迪西还有一人 红了 突然烈药区中一声巨响 伴随着巨症 就算有着痘症相隔 也仍然能感觉到地面强烈的震动 只见一阵浓烈的白烟迅速弥漫了整个烈药区 不好有人大爆炉了 没事的 别看里面凭借 其实每个弟子都有族中的高手 理完全 出不了事 不过这样一来应该要结束了 炼药原本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安静的环境 现在在经历了如此预阵 那些还没能完成炼丹的弟子 恐怕也已经彻底失败了 大长老是不是要撤去斗阵了 长老抬前一名弟子向着药腕火行礼道 药腕荒诞的说道 既然已经结束了就撤了吧 是 等等 还有人在炼药 忽然大长老一灰衣袖至至说道 嗯 药腕荒一阵 心神一动 意识穿过浓浓白烟 便感觉到一缕奇异的波动 正从白烟当中诞生 呼 再次传来一声轰鸣 不过这道声响却有些与众不同 带着一种奇异的韵律 现在好了 药腕火大长老闪然一笑 对着那弟子微微点头 示意其可以解开 风尽斗阵了 斗阵须须解开 灵药区中滚滚浓烟 迅速消散开来 这时隐约见到几道身影 在烟尘当中扭曲几下 便消失不见 正是这些族宗高手出手 压住了大暴炉的破坏力 才保住了人家令药区中的 弟子们的姓名 只见几名弟子坐在地上 脸上惊慌未定 药尘也坐在地上 不同的是 药尘脸上的神情四喜四悲 手中也仅仅握着一件玉瓶 很显然就在刚才最危险之际 他完成了炼丹 并且收丹成功 只是没有人看清楚 他炼出了什么丹药 恰好在最关键时 偏偏有人炼丹失败 药顶大爆 不仅仅爆出了浓烟 挡住了视线 就连长老们的灵魂意识 也都受到了震动 没有看清楚 药尘 这是你炼制的丹药 这时自然有足兵迎上 要将丹药送上长老台上 由长老们品鉴之后 决定决战八强的名字 药尘这时才缓过神来 深吸一口气 对询问的竹兵点头印道 是的 劳烦了 不必客气 竹兵微微一笑 切过瓷瓶 在上面贴上了药尘的明贴 便在众人牧师之下 将丹瓶送上长老台前 这是现场建丹 而且药族当中 炼药术最精湛的炼药师 包括组长药丹在内 都参与着品鉴 这是最公平不过 要维持嫡系血脉一息的强势 就不可避免 对嫡系有着优待的偏差 但是同时要清楚一件事 药族远远流长 枝叶极其庞大 光是药性的大枝脉 就有百余枝 小枝分甲更是不计其数 更有许多彻底依附药族的 各种殷青青族 势力 领禅一团 才是真正的药族 而这种环境之下 要想祖宗不乱 就必须有着一定的公平 而药慧 总体上来说 就是这种公平的体现 宗族悲也是 当然 迪迈在这些公平当中 又有着不公平之处 比如药蜂 可以随手拿出乌玉金金石 这种七转上财 这岂是分甲能有的手笔 这其实就是不公 但又在大家能接受 默认的范畴当中 但是建丹是保证着绝对的公平 从上到下 从族长到族学长老都有着话语权 药慧才能成为药族上上下下 所有人心目中的盛慧 就连族长都能参与其中 建丹的速度极快 毕竟都是无品以下的丹药 再精英 也仍是年轻一辈 这时台下寂静无声 这是神圣的时刻 只见长老台上 祖长 长老 祖老们 已经开始交谈交换意见 却是已经到了平静最后明寺的阶段 药臣静静等待着 时间从来没有像此时此刻这般 让人倍感煎熬 乌然只见大长老从中赞出 而主长药丹却是一转身 妖然不见踪影 药臣心中一惊 直到最后的时刻来了 说实话 药臣心中并无绝对的信心 他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做到最好 但是对手的强大是毋庸置疑的 尤其是药风的九幽风炎 差一点就让他失了本心 诚哥 情况如何 刚才没吓死我 大暴炉啊 罗树这家伙从一旁钻了过来 敲声说道 我没事 药臣摇了摇头 大暴炉对他的影响不大 诚哥 你也别气馁 一会儿我请你下馆子 听到药臣说没事 罗树吐了口气 却是直接认定药臣成绩普通 甚至有可能很差 这才拍着胸脯保证说道 药臣笑了笑 心中有些触动 不过也没说什么 这时 药万火大长老已经站定 说道 药会决战预线圆满结束 现在公布决战名单 第一位要封 封四瓶炼钥匙头衔 第二位要铜 封四瓶炼钥匙头衔 第三位 真楼 封三瓶炼钥匙头衔 一个接着一个名字念出 并且正式封出了炼钥匙头衔 与外界炼钥匙工会的头衔并不相同 而是族中的荣耀与实力的象征 不是谁都能得到这种头衔 而且很显然 药族三瓶炼钥匙 比起药族之外所流行的炼钥匙工会 强大的不值一星半点 第八位要封 药万火念到这里 目光微微在药封身上一顿 才又接着说道 前八名已定 至于丹药将会在傍晚发布时公布 前八位三日后 药会总决请务必做好准备 说完这话 药万火收起手中卷宗 便转身做了回去 至此他的事情已经终了 接下来自会有族中其他族佬主持 族中的这些族佬都是归宝 总不能老让他们闲着 而且也是到了该收徒 传承记忆的时候了 从这些未能进入八强名单的优秀弟子中 选取弟子也是极好 台下轰然沸腾 紫言丹的消息 其实还只是在小范围内传播 许多族人自此不知 这时纷纷议论着 第八名的药臣究竟是谁 是何来历 完全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难道是哪家秘密培养出来的杀手锏 药丰微微一笑 少要药云看了一眼 看起来更有意思了 药云的脸色越发惨白 双手轻轻高高突起 眼中的憎恨 却是想藏都藏不住 而另一边 小胖子罗树在听到药臣名字时 脚下一个亮枪 险些摔倒在地 他都没有办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什么药臣进了钱吧 这是不是弄错了 还是我听错了 诚哥 不是我说你 你刚才的表现 真的没有上榜的劲啊 药臣摇了摇头 不过罗树这样想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直到最后练枝完成 这其中受了多少干扰 甚至还有一次要顶大爆 传来的震动和破坏力 虽然有足中负责守护的高手 现身挡住 但是这种干扰 就像是你正在做美梦 却有人在你耳畔 尖声大呼大叫 不过虽然得勉强 但还是完成了 而且进到了决战的八强名单当中 就在这时 罗树突然一拍巴掌 怪神叫道 不对啊 怎么没封你练药师的头衔呢 药臣皱了皱眉 他心中也有些不明白 前七名至少都封了两品练药师的头衔 这头衔可不是白叫的 每个月都能在足够当中 领取不少修行资源 甚至还能收购三转以下的练单材料 他竟然什么也没捞上 难道最后的承担还是有问题 若是没有问题的话 又怎么会捞不到一个 令药师的品节头衔呢 怎么都有点想不通 不过药臣的性子 向来是拿得起放得下 变客之后就不再纠结这个问题 向罗树说道 走吧 去哪啊 罗树迷糊的眨着眼 当然去下馆子啊 刚才说好的 你起客 你拿了第八名 怎么都是你行好吧 男子汉说话要算话 你行 这 我是胖子 食言而肥 不算话 也是男子汉 你行 我简直辞了 你来看一下 其实就是 我简直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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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 感谢观看